本节目由美苏佳儿冠名播出 美苏佳儿致力于帮助宝宝不上火不便秘 我们来开始做一个游戏好不好 什么 你最想开什么店 宝宝 好 爸爸这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钱 这个是大钱 这个是小钱 两个小钱换一个大钱 这一个小的代表了十分钟的看电视时间 明白了吗 西西平时喜欢看电视 但是我又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去约束她看电视 我也想用这个游戏 让她赚取自己看电视的时间 我觉得还蛮好 你看面包店要买面粉 现在这些钱都是爸爸的 你需要拿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过来换 我想要直升飞机 好 你拿过来 这个直升飞机还不错吗 我觉得它值一个大钱和三个小钱 开面包店的钱呢是这样的 两块钱一个面包 现在去买面粉才能做面包 一袋面粉可以做两个面包 外婆是卖面粉的 你可以去找她买面粉 面粉的价格是一个小钱 你要赚到钱了可以看电视十分钟 好吗 那你赚得起 还有最后一个钱 一个可以做两个面包 你要把它们都做了吗 嗯 来 十个面包做好了 两块钱一个 那你赚到了多少钱呢 一二三四五 五 六 七 八 是这样啊 你看看啊 这个是四个 四十分钟 然后呢 这一个换两个 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六十分钟 四十加六十分钟是多少 一百分钟 好 你去看吧 先放在我这升值了啊 谢谢爸爸 哎 我想给孩子心里先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让他知道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来之不易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成 那今天呢是我加入全职爸爸互助会的第四十四天 也是我们新家出状况的第五天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没有跟霞住在一起 他呢跟我三个月大的孩子住在一块 每天呢我跟霞都会视频聊聊天什么的 然后呢也一起商量了一下搬家的时间 嗯 其实时间是有点紧的 我还是觉得 这个搬家的时间一定得有一些纪念的意义 啊 这么看呢 其实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紧了 然后因为霞现在不在家 西西我感觉现在变得有点敏感 希望一切顺利吧 好 您稍等一下啊 唐女士 我得拿个本我得记一下 您好 您好 是唐律师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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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琼哥的朋友孝成 您今天是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是吧 您今天是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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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我特别头疼 所以我说我得咨询咨询 首先呢 咱们通俗地讲 您这个问题呢就属于这个法律的民事领域 您是 哦 对 您稍等一下啊 唐女士 我得拿个本 我得记一下 好 没问题 稍等 稍等 我得记一下 没问题 您说 首先您这个情况呢 就看看区分一下责任主体 您看看到底是这个情况 这漏水啊 这地板啊 这下水道 这是谁造成的 那么一般来说就是分三方面 第一个呢就有可能是物业公司这边 第二块有可能是开发商 第三块就是说 如果这物业跟开发商都没问题的话 那可能就是这邻里邻居的问题 那如果您您的这个邻居 你去现在立刻就在法院去告啊 或者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呢 这个可能会加重这个邻里矛盾 因为他都楼上楼下的 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 那你这样的话 其实就违背了这个法律的这个定分指征 这么一个功能 那当然了咱们要留有后手 那当然了咱们要留有后手 外衣这个友好协商 这好话就不好话说 你还不听 或者冒斑啊 咱们就可以到法院去 去起诉就诉讼 就是辅助这个TOMS 就要收听一些证据 包括你说拍照取证啊 一些房产证的材料啊 包括甚至说这个漏水的情况 是不是特别严重 这个咱也不知道 所以就要可能引进 第三方中立的机构来进行去调查 那么障害情况的认定 然后咱们根据这些情况 这个证据固定起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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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专业了 我得我得我得好好消化消化 行 行 行 谢谢 谢谢 没问题 保持联系 好好好 谢谢唐律师 没问题 好好好 好 拜拜 拜拜 这哥们呢挺认真的 也很专业 但是呢 这一上来就各种什么名词啊 钱啊 术语啊 直接其实给我整蒙了 其实当时我有点蒙 咨询完了之后 我感觉自己更焦虑了 哎呦 这可咋整呢 哎呦 不好搞呀 哎呦 呵 老张 哈哈 吃饭了吗 吃了吃了吃了 有个事得得得得 请教请教你啊 哦 啊 我今儿 哎呦 家里不是遭灾了吗 然后呢 今儿 问的律师呢 又跟我说了一大堆什么 收费标准啊 什么提供法 没有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啊 哎呦 我我我这就就就就有点晕乎了 这个确实这个事我听明白了 嗯 比较操心 我听解决啊 然后呢 这个咱们咨询呢 也不收费 哎呦 还个老张口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什么问题是吧 缺点什么 是吧 差点什么的你就跟我说啊 得嘞得嘞得嘞 对吧 送给你去是吧 哈哈哈 那个我跟你说一说 人家刚之前的律师呢 跟你说是吧 包括取证啊 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我关键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取证 他跟我说取证 我也不知道怎么取证 这不违法吗 我这么取证 这种跟侦探人似的 又要录音啊 又要拍照啊什么的 你放心 只要呢 不采取这种 违法窃听呢 这些非法手段呢 嗯 录音呢 是完全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然后呢 我建议呢 你跟这个装修公司的人呢 嗯 沟通一下 是吧 我听起来呢 感觉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存在一些 呃 过失是吧 这个过程呢 最好呢 物业的人也叫上 一起跟他沟通 物业的人呢 也可以做一个旁证 你放心啊 这个事呢 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法律问题 啊 就是个典型的侵权 是吧 一定能解决 算 哎呦我可 这事太复杂了 不是咱们一个电话呢 就能解决的 是吧 此时保持联系 行 你放心啊 我肯定不给你按小时收费 按秒收费是吧 哈哈哈 哎呦行了行了老张 谢谢谢谢 听你那么说我踏着多了 行了 谢谢谢谢谢谢 哎好 拜拜 哎呦 看看到底怎么样吧 丑死我了 哎呀 哎老板 哎哎 是那个 老刘介绍那个装修队吧 哎 是老板 哎你好你好 咱们这怎么收费的呀 您搞的话大概三五天 啊 费用的话就是五六万吧 啥 我就弄个地板 弄个墙面五六万 哎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需求了 我们要到现场实地考察 这是一个月顾价 可能会少很多 我们会给适当的优惠的 好吧 妈爷 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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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琢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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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 好嘞 哎呦 哎呦 那最新的这个标准是 1700块人民币一小时 其实这个项目比较高限 这怎么能算小问题呢 这怎么能算小问题呢 啊 啊 这次呢 孝生呢 搞新王子的事情呢 有点忙 呃 看他打了好多电话 但作为我们老人家来说呢 这个事呢 也扯他不上去 呃 这种法律啊 什么这种 这种知识呢 也不是很清楚 呃 西西来快过来 过来 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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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这个对好 对到爸爸那对吧 叫他 爸爸你辛苦了 洗个脚啊 你看 我看西西呢 好像有感觉到 我就跟他 跟西西讲了 要不要跟 关心一下爸爸 没想到呢 西西立即 要给爸爸洗脚 哦 我想这个小孩真的 很关心他爸爸 爸爸你辛苦了 看西西脚 你这么乖吗 哇 帮你脱袜子 哎呦 爸爸哪舍得 你帮我脱呀 爸爸自己脱 哎呦 老父亲的心 过来 哈哈哈哈 过来爸爸抱抱 过来 你怎么这么乖 嗯 你怎么这么乖 你怎么这么乖 嗯 当时西西把盆 拿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没反应的 我感觉那个盆 比她都重 当时就愣住了 我唯一的想法 就是赶紧把孩子 抱在怀里 我不想她再动了 我没想到 一个三岁的孩子 她也能捕捉到 我情绪的变化 这些 爸爸都可以做 不需要孩子给我做的 我只需要孩子 开心快乐就行 我没有想过孩子给我做 哎呦 哎呦 他烧倒老虎 老虎打不上 继续打松鼓 内心的情绪波动 就又想要 又心疼孩子 又感动 不知道表现得怎么样 让孩子觉得爸爸是一个坚强的爸爸 孩子长大了 哈喽 我又来了 哈喽 妈呀 又见着你了 我跟你说 我今天真的要感动死了 你知道今天有一件多大的事吗 嗯 里程碑的大事 他里程碑 你娶了我 不就够里程碑了吗 就是第四个里程碑 他又有里程碑 今天是仅次于娶了你的第二个里程碑 那生西西西西安安呢 那就第四个里程碑 女儿今天给我洗脚了 他给你洗脚了 这么你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天哪 那我要等安安是不是再早点 他给我洗脚 那你可以 其实你可以先想一想 是不是西西先给你 洗 但是呢 他先给我洗 但是我已经吃错了 因为洗的第一个人是你 他叫的第一个人还是我呢 没事 没事 其实我觉得西西是能够感受到 这几天爸爸辛苦了 哎呀 我就觉得 就是他一来 爸爸来给你洗脚 我就感觉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不如意 所有的不如意 都没了 哎呀哎呀 这果然是情人 小情人 哦真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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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呀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